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给大家念可以了解一下一个我们的某些网友啊 比如说有些话就说的难听了 有个叫比比相对论的说 方丽这个恶心的家伙 让我对吴天明的纪念之心消耗殆尽 LSP说非得绑架观众罪了 有一位说花钱看了感觉不值拍的太一般 然后这片子无论好坏 这营销方式真是尴尬至极 有一个叫少女锅的说去看了情节故事诠释套路 有一个叫高圆圆的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高圆圆 是是高圆圆 是啊高圆圆说 这部片子重归重矩 太一般 没有任何陕西风味 标准普通话 剧情简单 求别聊电影 因为我们发了个预告 他以为我们要聊电影 但是也有这个嘟嘟嘴 贝贝说呀 说我昨天看了 觉得不错呀 强烈推荐 一开始也是冲着贵才去的 可真看了 觉得很值 比起那些大片文艺片 动辄几亿的票房 去看看这个片子吧 普通平淡 每个人津津有味 像一道家常菜贴近生活 很舒服 然后有人说 对于方立这一贵 即便他这一贵是营销 我也敬他是条汉子 因为对于这部 因为他是这部电影的 志愿宣传者 并且没有任何报酬 然后这个 有一个说 刚看完出来 就剧情本身而言 我表示很受触动 现在的确传统记忆在消亡 必须承认的是 他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 像那些仍在坚持的匠人们 致敬 还有些人说呢 还有些人就说 有个制片人说 我都跪下了 你们好意思不看吗 看了你们好意思说烂吗 反正就这么一些 林林总总 严严你看了的观感怎么样 我觉得我看了 我觉得还一般吧 我觉得还好 就是因为 但这肯定不能说是吴老师 最好的作品 我觉得如果吴老师全享有之 他肯定会同意我的话 这个是吴老师 他已经很靠后的做的东西 他是 吴老师是上个 是80年代的英雄 然后那个是 说明是老景 老景 做老景 包括后来他还做过一个得东京得奖的 那个就是那个变脸 其实那也是讲那个匠人的 这个一直是一个吴老师 他非常关注的这么一个 就是一个话题 意义贯之的 但是这个我觉得 因为吴老师他去世的时候 年纪就非常大了 这个导演是一个很费精力和体力的东西 很多导演 这个到他年纪非常大的时候 他最后做的东西是很轻的 然后很个人化的东西 但并不能是说 就一定是说他最好的东西 那么吴老师如果权下有之 愿意看到方丽这一柜吗 这个吧 我觉得我们不说朱新的话 只是说 我觉得以吴老师来说 他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入大家的视野 我今天早上我刚看的 对啊 我倒是看流眼泪了 看现在这肿眼泡 我很少看电影 流眼泪的 那么一个三合一吧 这样来说 整个场子就我一个人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包场 上周率这么低吗 包场 这是蓝色港湾的中午场 所以这真的只有我 但是我还特别问了这个领票的 我说下午晚上的人会不会多 他说最多的时候满座 他说傍晚的时候满座 但是我看的那个只有一场 所以那个电影是讲 一句话来概括 好东西在现在社会上不被人欣赏 这是电影的主题 那么这个电影的遭遇呢 又切合了这个主题 这个好东西没有人看 以致要制片人下跪 对不对 当然第三个 但是这个电影特别讽刺 就在于 其实这个下跪是盘外招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造成的这种影响 其实恰恰是匠人精神 所不喜欢的 这个特别讽刺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那天看完了 跟朋友开玩笑 我说这个吴老师要是还在 肯定会觉得这个事特别逗 特别有意思 我一个这样讲匠人的 这么一个片子 最后其实是一种匠人精神 最不能接受的方式 你是这么看 他最后也还是折中 他最后走到绝路的时候 这个传统艺术 他给他留了一线希望 就是可以生疑 就可以申请非物质遗产 当然他对那个官员 也还是调侃的 那个官员是一个 副局长 副局长 他结果那个官员 马上自我申辩一下 我姓副 我是郑局长 结果那农民呢 就叫他副郑局长 你看这单单 小小的一笔啊 就说明 既渴望他们这个承认 但是又调侃这种官方 现代的东西 对传统艺术 不 我话说回来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电影不错呢 当然我也同意有些网友说 这并不是他的创新 整个电影呢 你可以看以前老舍的 一个短篇小说 叫断魂枪 全概括了 那个老舍的断魂枪啊 讲一个武功很好的人 那以前是标局 送保护人家的 后来有洋枪洋炮了 标局不管用了 他身上放肉了 他就不弄了 最后有的人来求他这个武艺 他就是不传 到最后夜半自己练一声 这个这个72什么什么断魂枪 不传不传 在基本上就是讲这种一种好的东西 一种艺术或者武功啊 就保留在灵魂里面 不愿意被这个现实世界所所瓦解掉 所以这个主题是一贯的 这个你看我就是因为没有看电影 所以我就只能关心他这一跪了啊 我也从数据上看 我就是得到一个体会 中国很多俗话呀 那讲的这个这个深意呀 有时候你就体会不到中国这个语言呢 讲得非常好 就这么比如说南而西下有黄金 我现在觉得真的是有黄金 就哎 这一跪 你知道吧 这一跪 这跪之前七天 票房总共加起来365万 对吧 这一跪首周末三天之内 两千多万 现在已经过了三千万 十倍 对吧 当然我们不是说方列老师 他是为了这个 为了这个票房 对吧 但是客观事实上 佐证了我们老祖宗的俗话 难而 而且客观上讲 我愿意相信方列老师 他是情动于衷吧 对吧 是这种无奈吧 是吧 但是呢 从客观上这个来讲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他在营销方面 是在今天中国的喧嚣社会里 他还有一句话叫四两拨千斤 你看就这一跪啊 哗 这院线经理 这一跪把一个文艺片跪成商业片了 对吧 当然就是玩笑话了 而且这个里边的这个鬼 诀的地方就是 好 情怀吧 大家院线经理感动了 情怀了 拍片了 一排呢 还真的好像忽悠起来了 嗯 票房好了 你说是不是男儿膝下 有黄金 但你贵多了就麻木了 对 这个事啊 就这个事就是 其实从行业里啊 有一些担心 比如说你做这个发行口的 发行口的讲 就是说这个其实就像咱们下棋一样 这个是一个规矩之外的东西 我马走日向走田 大家按照规矩下棋 然后呢 你突然说 哎 我这有一个足的 这足子太可怜了 因为这个足子特别可怜 我要求所有的人 大家给我要求 现在说这个足子请他走个田 这个事你有一次之后 对吧 你以后呢 就我们不说这个事情 我们说像这一次贵 你要说没贵出结果 也就算了 贵出这么明显的结果 这就像什么 就好像咱们 咱们有那种综艺节目 最早你可能有那种唱歌的 说他确实自己特别曲折 特别惨 然后呢 节目上一采访 发自内心的 歌唱就好 得冠军了 然后到二季三季 你看 哎呦 各个瘸腿啊 掉眼泪啊 家里老爸生癌啊 什么之类的 你不带着这个 你就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了 我觉得就说 一个一个人这样做 我呢 还觉得可以 就是见怪不怪了 反正 但一个人这样做 有人说 这就可以当行为艺术看 行为艺术 你就得第一份 第一份这样做 有效果 但是我也希望 就不要像艳艳说的那样 要变成一这个风气啊 哎 你就假想 要是人家有一个外国游客 嗯 到中国来旅游 走过一条商业街 比如说就是南锣鼓巷吧 每一个店主都跪在门口 不挣钱了 不挣钱了 人家会觉得你这个民族 是不是有点low啊 不是 要是都跪的话 哪一个店主站着呢 哎 就很多人去了 你这么 你这么一说呢 你比如说当时听说这个方力 在微博直播上这一哭 不是 这一跪啊 吴天明的女儿都哭了 你作为身边人来讲 我相信是感动的啊 就是说哎 我还是说这个男儿膝下有黄金 他为这个电影的营销起到了四两拨千斤 只不过值得考虑的问题是膝盖 男儿的膝盖 是千斤重呢 还是四两轻呢 这好像这个让我们有一些可以想的地方 这种事情是不能模仿的 那么但是以 首先我们现在好片子没人看 这个是不正常的现象 所以呢 他们现在要出其招来宣传 他这一招是不能模仿的 但是以后呢 会模仿的是这种方式 以后就会有别的方式了 比方说男女主角都托啊 直播啊 你知道现代社会有很多人渴望暴露生财的 一说宣传什么防止乳癌啊 很多明星全脱 对不对 你看到杂志上 就找到一个理由 什么事情都能做 那到时候 所以这个东西啊 对文艺片啊 这是只能 这叫治标不治本 治标不治本 饮政之可 一跪解千仇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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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这个周末 电影里有这么磕头的镜头 那是对师傅磕头 那中国人以前这个磕头 这是很重的了 君臣 父子 学生跟老师 对不对 我对这个电影感动的 还是实是让我想起我的老师 虽然我的老师90多岁 活得很好 这个地位非常高 但是这个中间 我跟我老师之间那种感情交流 很多方面 跟电影里描写的很像 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 不过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说他贵球的对象 大家千万搞清楚 他不是贵球观众去看 他是贵球院线经理 这让我很不舒服 就中国现在的电影啊 决定前也不在导演 也不在制作方 也不在广大的观众 电影的水平掌握在院线经理们的平均文化水平 这就我以前讲过 说中国书城里面的营业员 人的文化水平 决定着民众的普遍的阅读水平 这非常糟糕 但是他们不应该也是看市场吗 他是根据实际上 月线经理啊 他们也 他们就是实打实的 月线经理就是根据你这个签子怎么样 对吧 你排出来没有人看 没有人看 那我有业务 那我就要往下来拿 很大不同 很大不同 以书店来打比方 我们进到书城 你发现没有 放在中间显著地位的很多是垃圾书 但好卖啊 对啊 这个就是原因啊 对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 最要反对的就是 为什么垃圾书畅销 就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但除了他的内容吸引人性的很多 很多不好东西以外 他宣传呢 他放在中间啊 大众进去啊 是根据你放的位置买书的 大部分的观众啊 读者啊 你放在前面推荐最畅销排行榜 人家跟着就买 买了以后 他排行榜就继续往上升 好书有吧 全在角落里 所以我说 新华书店的营业员啊 至少应该大学毕业 大学中文系不要办那么多主持人系 办多办图书馆系 对同样的道理 减少一点我的竞争者 同样院线经理啊 至少应该文科毕业 不能只是随便找一个做生意的 像地产经济一样 他现在院线经理的水平 跟超市经理的水平 营销原则一模一样 这才是糟糕的地方 不不 这个我不能同意学老的意见 这个我得说 因为确实就是一个市场行为 这个我们现在的 但是院线书店跟菜市场还是不一样 电影啊 首先没有书那么多 而且呢 每一部电影 它跟书的性质不一样 比如徐老师 您自己写一本书 这个东西就是您自己写 有个电脑就写了 写完了以后呢 说实话 卖不卖都是您的事 电影它不是 电影是一个要集合大量的资本 再便宜的文艺片 它也是需要投资来做的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伦理问题的 因为这钱不是你拍片子的人花的 所以这个东西生产出来 它就是要来卖的 这个其实是个契约精神 对 所以它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用商业的方式来做 而不是一种 就是说它跟书还不太一样 虽然其实书也有资本的环节 因为人家出钱硬了 你像这个我我这两天我也拜访一个电影界的一个高高手哈 我就发现咱们这北方人 他是北方人 他还是有个道德感 你比如说 谈起这个侯孝贤的这个电影聂野娘 嗯 那么你看我们呢就好崇拜侯大师的作品 哎 我们这位老师啊 他就很瞧不上 他觉得我说他不是艺术片吗 他说那不能这么花钱的 他觉得好像他有义务 你拿了人家的钱 你要是拍艺术片呢 不要花这么多的钱 如果你拿了很多的钱 他就觉得好像我就发现这位老师 他有这么一种 其实这就是匠人啊 电影电影 这个一这个这种匠人的精神是什么 匠人的精神恰恰不是艺术的精神 匠人的精神是商业精神 从古代开始什么叫匠人匠人就是 你看我们现在看说呃那个说说有个老头在东京捏寿司捏得特别好 对吧 好到什么程度 我吃过他那个寿司 就他捏出来最后你已经吃不出好坏来了 就我们这种业余吃寿司的吃不出好坏 所以你能吃出他跟他儿子的区别吗 完全吃不出来 你今天说你今天我吃的是什么档次的 对吧 我这个钱差了多少 其实在咱们吃来都一样 哎 但是对不起 他说我是个匠人 你给我多少钱 匠人的精神的核心是什么 是死守契约精神 我不管外面的有什么变化 你花多少钱买都买的是我什么什么级别的服务 你可以体会不出来 但我要提供给你 对啊 但是这个方立他的这个理由呢 就是说哎 吴天明导演他绝不会下跪的 可是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 他的电影太值得推广了 我舍身是吧 我卖我自己的膝盖 哎好像好像不是为了私利一样 就挺感动 但是你知道 我觉得你还得看他的性格 这个我看新京报对他的采访里 我就发现 咱不了解这个方立这个人啊 你看他讲到一个细节 他说你知道我 你知道吗 当年那个萨达特 埃及总统萨达特被刺杀 他说那个时候我正上大三 我在校园里给他带校带了七天 他说我崇拜他 对吧 我给埃及大使馆发了四封电报 你看这可能他这个性格也有关系 但是还这个报道里还讲到一个有意思的跪 吴天明呢 也跪过 说吴天明当西营厂厂长的时候 他呢 好多这个老导演呢 就找他批钱呢 就让他让他拍电影 有个老导演进屋就给吴天明跪下了 结果吴天明呢 就给他跪下了 两个人默默跪着几分钟 然后那老导演架不住了 说人家说你厂长你别跪 你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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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吴天明就跟他说不能答应他的要求 不能答应就是说把拍片的机会 让给更有才华的年轻人 其实这个里面是有有 我觉得中国导演很多第五代导演感恩呢 包括这个张艺谋他们都为了这部电影做宣传 可是这我无形中啊也有另一个 就说我觉得情怀这个词啊 这几年呢在中国啊 我从语言学上讲啊 一个词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挺好的 但是往往说烂了呢就有点像臭鱼 我现在就这个情怀到最后变成了一种营销的时候啊 我不知道电影的本质是什么了 比方说我们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 不是十三不靠对吧 好电影和好坏是一件事 你什么欠不欠他电影票 但是呢似乎很有效 可是我又觉得吧 就说哎 拿人的感情 我我我我我举我举个例子来说 可能啊我有一次受到王猛的老师的一个触动 你知道吗 挺有意思就是我们做一个评委 就是那个有个成语英雄的结果 然后有个选手反问我们这些个评委啊 就是说哎 请问那个两位老师 你那个初恋的时候写情书 你是怎么表达的呀 你看他一问我 我就说我说 我初恋的时候就写情书啊 我写完了 我都拿这个手指头在这个纸上滴几滴水 那就感觉像是自己流眼泪啊 然后谈点烟灰啊 在上面表现自己颓废 这么就这么好像娱乐了一下吧 啊但是问到王猛的时候 王猛就是说呀 他说我初恋的时候写的那个情书啊 那是我最宝贵的一段青春 我那是我心里永存的一段纯真 不一定是原话啊 他说我要永保在心里 我不可能在这个公开场合 嗯我不会善了他 把我这个感情告诉你 你明白吗 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的感情 是不是应该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这个事情感人吧 但是这这一柜带来了什么呢 那个里边有这么一个细节就是他们你知道这种唢纳队就帮人红白喜事嘛 结果就有一个人上市的时候他们要求他们吹他里面那个白鸟嘲讽 大概是一个保留最最好的一个曲子 可是这个影片里这个情节就是说这个男主人公这个师傅啊 嗯 说不吹给钱也不吹 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死的这个人呢 就不是不是那么很好的一个人 他叫德高望重才能吹 德高望重 那这个细节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显然已经超出了你刚才讲的匠人的为商业原则了 所以他虽然里面在讲匠人 其实他是在讲一些超越功利的艺术精神 当然了我们这样来要求院线经理呢 是有点苛求就是说院线经理我什么片子啊啊卖座我不放 我我喜欢的文艺片我把它放在前面 那可能院线经理上面的总经理还得还要和柯他们呢 吴天明他们那个那个吴思远他们还要说你不赚钱呢 对不对 那么什么办法是比较好呢 我觉得其实中国应该有一个好办法就是要设立艺术院线 对这是老话题了 广电总局我这呼吁一下广电总局有两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一个就是电影分级制 一个就是设立艺术院线 你不能只抓票房 电影分级制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在当下 怎么说 因为你在实际执行的层面 你看我们在行业里我们就非常这个讨论了多少年了不能执行 为什么 如果你电影分级制现在允许执行 首先呢中国的院线 现在连院线都还没铺开 你到了二三线三四线四五线 实际上你的管控的能力已经到不了了 相当于现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允许分级就相当于有一些会有问题的 其实分级制真的可能会把你家孩子毒害 因为会有大量的东西 它相当于有了一个合法的渠道 你在实际在管理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问题无法操作 你不能因为法律无法执行 你就不自定法 我觉得法律不能执行的法律就是没用的法律 就是所有的法律 你考虑在你制定它的层面 如果在制定的层面 大家已经知道根本就不可能执行 那这个法一定是废的 那么在实际层面 大家一定所有人都会 你在整体上 你会这个分级的结果 恰恰是会让大量的不健康的东西全部都 那就是堂而皇之的出来了 他是这个有个英国记者 在他们那个杂志上写的文章 就观察中国这个分级制 我觉得他讲的 我们在道德伦理上是有一个两难的 就是因为他的英国记者讲啊 他说因为中国政府觉得呢 如果要分了集呢 就意味着他允许成年人看这个 对凶杀暴力色情 而他过去的这个似乎有一种伦理 所有人都不能看 你也不该看 对 他是对他有跟一个古老国家的某种伦理啊 又搅和在一起 好那我们先把分级制放一放 那艺术院线又是为什么不能建立呢 因为你能讲出什么理由 他主要是不划算 他现在没有人 你就不能光这么算 而且既有人上也行的 当然有人出钱 当然有人出钱 很多人都方案都出来 这有关方面不批准而已 那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院线 自己做院线 自己自己放自己的艺术片 完全可以啊 这个不用人批准啊 这个不需要批准 你片子的播放 都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 你比方说你放安娜卡丽娜 你放战争与和平 你放波江金号 你要放艺术院线 你就要放国内外的经典片 你就要放中国经典片 你现在要重放 就是17年的电影 红色娘子军等等的 这些都可以放的 在艺术院线里面 而且艺术院线 应该在跟大学有关 那最简单的说法 我们电影资料馆 一直在放这些东西 电影资料馆只有你影院的人 但是对大众看不见啊 大众可以看 大众没有选择 随便买票 它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你的受众 没有达到这个 没有这么多人买票 你在全国范围内 看艺术院线 没有人去看 你不设在美国有五十几家艺术院线 就是艺术电影院 我在巴黎也看到过 那是美国呀 那不是中国呀 中国 美国好的东西我们也学啊 不是 那我们都得全部看样板 这个不是说 不设立艺术院线就得看 这不是这么一个两极化的东西 这个中国当下 所以大家就分得下跪才行 那不是啊 为了一部好电影都得下跪 徐老师 我太不像话了 徐老师也有点激动了 徐老师有点像方力 他这个中国当下 我觉得中国有些很简单的好的东西不用 还找出很多理由来反对它 你看咱们非常多元化 咱们现在实际上 哪里多元化 那艺术院线都没有多元化 你看现在网络上 就是我举个例子 就举百鸟嘲讽做例子 百鸟嘲讽 这个我们刚出来的时候 你看我们年轻的很多年轻的观众根本不看 这个他不看 你不能绑架他看 对吧 他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喜欢 说你吴老师他是 因为无知嘛 没办法 对不对 这个你不能说 年轻人不看 他就是无知 当然了 这还要说 这个东西你为谁服务 文艺你是为谁服务的 是不是为你这个国家最广大的人群服务的 不能说 我说我知识分子 我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还看一种东西 于是我就成为一个标准了 我不喜欢的 就都就都是不合道德的 所以这就是争议啊 今天的局面呢 观草项之